9月15日 一场以十万火急命名的展览在798驿站空间开幕 这是美国艺术家迈克尔·圣阿曼德在中国北京的首场各展 展览共展出30余件艺术家的装置绘画及综合材料作品 迈克尔善于选取中外日常语境中诸多片段与符号 将它们并置或巧妙安放在作品中 这些元素源于我们既熟悉又经常忽略的日常 然而物体本身又承载着每一个不同个体的独特记忆和解读 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元素在特殊语境的组合之下 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语言途径 重构了一条新的语意线索 所以说他觉得它不属于任何的艺术范畴 就是不属于当中所谓的高普艺术或者是印象派 或者是抽象艺术 他觉得他对这个事物的表达是来自于 他平时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四五年来的这么一种工作的经验 他觉得可能在作画的时候 他需要用到怎样的表达形式 他就会去表达 所以说它可以是线条 可以是几何 也可以是某些食物 作品元素直戳人类当下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 环境与气候 物种问题 利己主义 消费主义等 迈克尔以一个艺术家敏锐的判断 用画笔呐喊 人类正在面临巨大的危险 有趣的是 在表现如此严峻的问题中 迈克尔的作品始终用色丰富且饱和度 且饱和度极高 一方面 这些名利的色彩足够吸引观者注意 从而仔细解读 另一方面 正如艺术家本人所言 生命中到处是多样的色彩 只是我们前进的太快 无法停留 不去思考 忽视了眼前或身边的颜色而一味前行 他的绘画也不是完全一类 我觉得尽管是用的 有一些看起来是很波朴 但是我觉得他还有一些 很深的一些思考 重要的是他把他在当代生活中的一些感受 放进他的画面 某一看是有既有波朴的语言 也有抽象的元素 但是抽象在他的绘画中并不是一个 他特别要突出的东西 而是装作他的一种语言的建构的这么一种方式 我觉得这是他的个人特点 还有一点点不仅仅如此 我觉得他作品不仅仅是熟悉 你看他加入了很多 他对暴力抱什么动荡 包括这个展览题目叫Urgent 叫什么十万火急 他翻译成 你看这在我想在几十年前的那波普 那个老神波那一旦并没有用Urgent的这种东西 好像OK比较少 今天他把这个元素加入 这是他对动荡的一个世界 他自己一个解读 OK然后我觉得这是他的新的元素 然后当然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一些元素 也都在包括汉字什么 然后我觉得 总的来说是像老朋友这个作品 但是有他的心意 有这现实的感触 他将中西方元素巧妙地结合在画面之中 吸收中国文化并了解这里的人 把其纳入为作品的一部分 这种交融体现了中外文化的相互感知与认同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14日